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绝对是让人爱上 入场的美好感受啊 不过不错啦 我觉得来山上的感觉 就是要享受这样 很清幽 有没有 就是很舒服 很乐活的感觉 对啊 上初是待很久 你上来就是 就是给自己 就是轻松一下 对 就是 入场的咖啡屋 有的是在松林间 有的则是在街道旁 虽然地点不同 但都非常有特色 像这间庭园咖啡屋 根本就是一间 藤边精品的展览馆 里面不但有泰雅族的工艺品 重要的是 有老板娘高千惠 亲手编制的藤边艺术品哦 这个藤边呢是 这是我的得意作品 这个真的很得意啊 我刚刚以为是那种 我们原住民 普通在做的一些什么篮子 有没有 放玉米 或是背东西用的那种 很基本的那种工具的那种藤边 没想到你做得很精致耶 对 因为我喜欢那个 这算是一个艺术品啦 我喜欢既挑战性的这样 把以前早期的粗糙的东西 结合现代 然后弄成一个艺术品 这个作品是那个我们 我参加那个我们前台湾省 原住民工艺匠师 得第二名的作品 得第二名哦 对 这个很细 你看 这个好像好几层耶 你看 这边一层对不对 外面这个面一层 然后又有一个类似浮雕那种 又是一层 这个叫掌握机会 这个整个作品就叫掌握机会 这个是先做栏胎 栏胎做完之后 我在想它要做什么那个图腾 然后用图腾做完再给它取名这样子 真的 我看到这个 我真的看了鸡皮疙瘩 层层焦底 我在别的地方没有看过 这么精致的藤边耶 你看这个这个有什么意思吗 这个像网的这个 这个就是掌握嘛 掌握机会嘛 这个像比如说我们网鱼的时候 是不是有这个网 然后这个也是像一个手 就是很多机会经过我们旁边 或许是贵人 或者是你赚钱的机会 有没有 我们没有好好去掌握它的话 会溜走嘛 清卫姐 你创作里面蛮务实的 很多人都赋予那种很抽象的 很精神意涵的 你是直接就是 有钱就要赚啦